习近平将会在12号到13号对于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那么这也是习近平时隔6年再次的访问越南 此行有哪一些重要看点 来看记者从河内发回的现场报道 这里是八庭广场也是河内的心脏 在我身后就是庄严的胡志明林墓 在201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越南期间 就曾经向胡志明林敬献花圈寄托缅怀 再往前走在我前方的这一栋黄色的建筑 就是越共中央总部的所在地 而在总部大楼的两侧也分别是越南的主席府和议会大厦 在12号到13号习近平对越南的国事访问期间 他就将在这里同越方展开一系列密集的会谈和会见 今年正值中越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5周年 习近平此次访问越南一个重要议题 就是探讨提升中越关系新定位 有消息指双方或宣布共同打造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进一步丰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 也将会体现出中越关系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另外据中方此前表示此访将聚焦六大领域 包括政治安全务实合作民意基础多边和海上问题等 其中既注重高层战略沟通也强调促进民间往来 既有传统经贸投资互联互通合作 也提出深化反恐打击电信诈骗等非传统安全合作 另外双方也将直面分歧将会探讨海上问题 而此前中方就强调双方应恪守高层共识 坚持通过友好协商来管控分歧 同时推进海上合作 维护好南海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 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李小文 周明亮 刘健 发自河内的现场报道